你 你为什么这么做呀 因为我自私 你是我一手养大的 他陈其前已经死了二十多年的人 突然回来 我能把这么大的儿子交给他吗 他也没这资格 那你为什么现在又告诉我 因为我受不了了 自从那天 你达到了化验单以后 我就睡不着觉了 我马冬一生光明磊落 除了这件事 所以我宁愿快刀斩乱麻 长痛不如短痛 承知 承知 怎么样 等你好久了 在这儿坐会儿吧 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已经被你们公司正式录取了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 可以天天在一起 好 同事了 怎么不替我高兴啊 高兴啊 怎么不高兴啊 你到底怎么了 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 只要有心事都告诉我 你这样我可不高兴啊 我不知道 怎么跟你说 怎么就不能说了 我爸刚才来过 怎么了 我爸亲口告诉我 陈基前是我亲爸 什么 之前做的DNA全是假的 他们骗我的 你确定吗 你也觉得不可思议是吧 这么多年 我一直生活在谎言里 当初你去做鉴定的时候 我就告诉过你 你要承受这个后果 而且我希望你千万不要伤害你的父母 我想尽力气 你放心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我认识当我把钱带到欧阳 这天会来的 那为什么 我认识 我 他已经拒绝了 肩子 为什么不够用他 没有人比较高兴 他会更加烦烦的家庭 比他更加烦烦 我给了秦筹 让他轩抹击 但是我永远不想 他会这样 是我的手 我会把他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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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想到 他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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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什么 他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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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 他拖开 他拖开 一样 然后我会试试 别担心 今天会在天摩酒店设计 他在那里工作 好 我会听到你 纠结 失落 痛苦了很久的板凳队员马东 终于获得了组织的批准 以主力的角色上场了 现在是时候了 干什么 拿到兰京信息集成芯片的核心数据 什么 你疯了吧你 这 这可是 这可是国家的一号机密 我一个保安部的人 我怎么能够拿到手呢 看来您是不想让承治活命了 不不不 等等 等等 我 我倒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你们拿到这个芯片上的所有信息 你是说 冯淑雅的电脑 你们这功课做得不错呀 在两分钟之内我没有收到银行给我发来的信息 我马上报警 我不可能一下子给你那么多钱 现在 现在是 还差四分四十五秒 看来您是真的不关心承治 这 四分四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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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公司的人事副总 你应该知道 如果你有什么事 你可以告诉我 我在碰到他的时候 我会转告他 说你找过他 行吗 五百万到你账上了 已经 行 收到了 我真没想到啊 我有这么一个 阔绰的儿媳妇 我也没想到 诚挚有您这么一个 贪财的爸爸 为了马诚挚 千万别耍花招 好说 好说 喂 王叔 你找我啊 你电话为什么打不通 我停机了 停机了 最近忙不想接电话 你是在逃避吗 逃避什么 不用再装了 我爸都已经告诉我了 告诉你什么 你 才是我亲生父亲 你才是我亲生父亲 然后呢 我不知道 我就想听你亲口告诉我 这一切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这一切的真相就是 我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还想知道什么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长芝 你也许不相信 我也是这两天才知道的 也是我爸告诉你的 就算是吧 我想他现在 心里 跟我一样不好受 他告诉我们两个这件事 就像一个旧伤痊愈的人 又把伤疤给揭开 让人看到里边的丑陋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更何况他原本不需要这么做 为什么他夺走了你的亲生儿子 你还要替他说话 我不知道 也许 英雄是英雄吧 可我现在怎么办 我很痛苦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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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你该怎么办 长芝 你其实是一个头脑很清醒的孩子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大 对我们俩来说 都需要时间消化 我们得慢慢冷静下来 但现在有两件事情 你必须去做 第一 你要保证 无论如何 不要因为这件事 不管是从语言还是从行为上 再伤害到你母亲 第二 迅速回到你的爸爸马东身边 让他知道你不会弃他而去 你冤枉了他 用二十多年培养起来跟你的感情 不会因为我 只是跟你有血缘关系 而彻底冲淡 这对他不公平 听你说完这些 我很感动 我没想到你能说出这些话 我很骄傲 有你们两个父亲 长芝 你应该相信一点 无论马东还是我 都是爱你的 姐姐 我送你一程 你这儿等了半天了吧 等得再久也值啊 多多藏藏的日子不好过吗 你为什么要告诉陈真人 为了我自己 也为了你啊 你既然回来了 程智早晚有一天会知道的 我不想 再一直背负着欺瞒的包袱 而且我也不想你一直再那么错下去 没什么对错 咱们俩选择不同 你是什么人 你干了些什么 你我都清楚 绑架程智的不是一般的帮匪 这件事情不会那么简简单单地过去 总该有个了结吧 我正在了结 多多藏藏就是你的了结 你知道吗 你躲一天 程智跟舒雅就多一份危险 舒雅还好说 在她的那个位置 有很多人都在保护她 那程智呢 她的行动被监视 人身受到威胁 你身边是什么人 你比我可清楚吧 有了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自首吧 你这么做 反而是保护了程智啊 不行 我现在不能去 我还有事情没做完 到时候我会去的 我都在这儿等你了 你还有选择的机会吗 机会可是人创造的 我的能力应该比你想象的时候大那么一点 想做英雄 接下来的事情 你这个英雄恐怕是做不来了 你跟你以前相比 真的是脱胎换骨 但是我相信 你有一件东西没有变 那就是你骨子里仅存的那一点点良知啊 是啊 看来 我在你眼里还没那么糟 良知就算了 这东西跟我无关 如果你没有 你会冒着危险去救程智 会试着让淑雅脱离危险境地 救程智是因为虚度之情 保护淑雅是因为爱情 跟你们也会这么做 这也不值得一提 没错 但是如果你真爱他们的话 别老挂在嘴上 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别让我瞧不起你啊 都活到这把岁数了 谁瞧不起真的不在乎 但我绝不允许我自己瞧不起我自己 所以 我正在心动 嗯 叔叔 你有兴趣 嗯 等我完成了吧 我知道 他们手里有一张硬盘对吧 那是你让程智设置的一套密码 这也是程智有没有罪行的 最有利的证据 只要你拿到它 就能证明 程智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而且就在今天 你们在天幕进行交易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给你指路的人 啊 到最后有人会告诉你的 来 看看 怎么办 咱们 祈晔啊 我希望你 下了这辆车 上到那辆车上去 不要让他们 过来找你 马董 如果你现在没来找我 在晚上的交接当中 我会不会被打死 我们执救人不杀人 我可是个坏人 你既然下了这辆车 就说明你还没那么坏 你还没那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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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舒雅跟承智有往的 我这辈子就交了你一个朋友 走了 妈 承智 承智 你怎么来了呀 怎么了 是不是脑不舒服 承智到底怎么了 跟妈说 我爸跟我说 我是陈其前的儿子 这孩子 你瞎说什么呀 为什么事情到这个份 你还要瞒着我 我不想听你说 我就知道为什么 承智 来 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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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承 承智进医院了 怎么了 他突然晕倒了 我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了 你别着急 只要到医院就好 等大夫的结果出来再说吧 我现在还有点事忙完了 我马上过去 你也别太着急啊 来 职业间谍从来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卢柯还是要最后一次冒险试探马多 你干什么呀 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我来这儿干什么用得着你管吗 你是要去二三零房间吗 我告诉你 这个酒店上上下下已经全都是公安的了 二三零的客人已经被他们抓走了 如果我不拦着您的话 你这是自透罗网 你为什么要救我 我被他们抓走了 你不是更高兴吗 您万一进去了 您这大消息的嘴不把门把我给招出来了 封书牙怎么办 我儿子承智怎么办 老头 老头 我是金锦柔 公安的组织让你迅速到二三零对面的房间 收到 收到 马上上来 马上上来 马东的举动让儒柯相信 此时马东是他能够利用的唯一人选 我见过你 我见过你 在二十多年前的二零二场 你是产客 跟马东是好朋友 对吧 你是国安 那马东 我明白了 一个特工的儿子 嫁了一个钱国安当继父 老天爷给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儿子 怎么了 出去说 趁着他突然血压升高导致阴厥 医生说要住院观察几天 血压升高 医生没说因为什么引起的 没有 他现在还昏迷不醒啊 醒来过 做了一些检查 还出了血 刚刚睡着 说说你二十年前 丢失了那件事 我都陈述过了 我并没有撒谎 被人打晕在车里 失去了知觉 后来醒过来 就躺在一艘远洋航的船舱里 当时有人把你的衣服换了 全部都换了 找了一个身形 相貌跟你相似的人 甚至血型都是一样的人 在车里边烧焦 根据当时的计证技术 我们认为你死了 但是你被别人运到货轮上 悄悄地运到国外 我们都知道 接着说 后来 我被送到了一个荒岛上 做了五年的苦工 受尽了折磨 为了能够 再回到舒雅身边 我不得不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成为了他们其中的一员 接受了系统化的间谍训练 凭着我的天赋和才智 很快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特工 甚至成为了雅各部 最为倚重的人之一 我在国外为他们完成了 多次窃取情报的任务 这些我都会写给你们 爸 长大 醒了 刚才就醒了 没事 用担心 现在感觉怎么样 刚才突然有点头晕 等过那阵就好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妈可担心死了 刚才在外头还跟我哭了一鼻子的 放心吧 医生看过了 说你没多大事 爸 我见过陈几仙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让我回来找你 找我 他说你是个伟大的父亲 让我好好孝敬你 不要因为他影响咱们之间的感情 他 他真这么说 真的 那真不容易 回头你再见到他 好好谢谢他 爸 谢谢你 咱一人俩就别那么矫情了 我这辈子算是晚了 但我不能害我自己的儿子 我交给你们的硬盘里面有 常智当初设计的最原始的软件 那是证据那能证明的黑客盗窃案件 跟他毫无关联 盗窃的那笔钱在我的一个账号里 我会连同密码交给你们 那就说说你这回回到国内 你的任务是什么 我的任务 雅各不就是要让我死啊 因为我这个死人的身世太传奇了 一定能吸引所有的注意力 所以我回来就是 做一只老鼠 把猫统统吸过去 然后来掩护老鹰的那条暗线 配合他们完成任务 我根本没想到能活着再回去 老鹰的任务是什么 你觉得雅各不会告诉我这个死人吗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们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冯淑雅 和蓝精密有关的一切线索 那是雅各不二十年前的心痛 他是个小心眼儿 他一定会报复的 那这个老鹰 又是谁 我不知道 但是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儒科 来啦 嗯 没被发现吧 没有 放心吧 这两人 自己人 车子别细火 干门事你们马上走 现在进厨房 九点钟上盘资料 走 来 你们等等 先别过来 好了 快 你确定他们怎么做不会被集团发现 放心吧 他们都是最顶尖的电脑高手 不会有任何问题 你们一定要抓这个 这个原本就没有任何秘密的进去 此刻真正发挥了作用 儒科一直想对这台 可能涉及机密的电脑做手脚 如今终于如愿一场 他孤注一掷地走进书房 也一脚踏进了国安人员 早已为他布置好的那张网 一切按照计划在进行 老鹰那边已经落入了我们的陷阱 资料开始传输 集行按原计划执行 是 我 我可再跟你说一遍 如果这件事情影响到我们家庭 我把你们这些人全都端出去 我知道 我们都安排好了你放心吧 谁啊 好 那个 别慌 你们接着干 我去影响 老爷子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走半道才想起来 今天不是屈大夫的班 是明天 不是不是不是 你就做个复查嘛 谁不一样啊 那不一样 最早啊是他给我看的 他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 对了 那个陈厂长一直给你们打电话 没接怎么回事啊 他打到我这儿来了 没听见啊 你手机看看 陈厂长说 说这个今天厂里呢 有一个老人聚会 就请你们这些老人一块喝个酒 吃个饭下下棋 听说都男回来了 他也特高兴 还说让他陪着您一块去呢 但是我说你们已经上医院了 不不不不 一定得去 你看 老人啊没几个了 聚一次少一次 那 那我开车送你们 你别去了 你忙你的 我陪老爷子去就行了 对对对 那你看好了他啊 别喝多了 谁也算不错 就是这岁数了 那慢点啊 好 走 等等 走 怎么了 你 你们 全都弄完了 弄完了 钱呢 已经给你办了 可以查查 这银行 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复 那是银行的事情 有了有了 你们不要走前门 从车户这后门走 肯定啊 果然不出所料 凯悦集团那边 运送芯片的车辆 在途中遭遇了车祸 公安部门已经封锁了现场 看来对手的障眼法 要演到最后了 那就将计就计 把戏演到底 给马东这边争取时间 明白 对手已经下载了 我们伪造信息芯片中的资料 这些资料都是加密的 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接下来就是 双方短边相接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 吴柯拿到了芯片的信息啊 就像吃了一个烫嘴的山羽 想吐又舍不得 想咽又咽不下去 他势必要跟他的上线 进行交接 这是咱们挖掘这个对手的 上下线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是啊 组织上的意思是 先不要轻举妄动 放长线 钓大鱼 大鱼 有多大 虽然他们现在拿到的资料呢 是假的 但是 他可以诱导雅各部 更进一步地想得到蓝晶的 更核心的数据 就用这个做诱饵 把这个深藏大海三十年的余晶 给他钓出来 真有这把握 王已经不好了 只要他想吃这个诱饵 那就跑不掉 这会儿干得越来越有意思了 我恳求你们尽快做好准备 他们应该选择的这两天即行交接 如果没猜错的话 从国外派来的人已经潜入了本事 那几个最有可能的落脚点 我已经写给你们 你们最好查一查 内核信息的集成芯片 是最珍贵的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拿到的 雅各部 最近在公司里的位置有些微妙 受到了另一股实力的排挤 而拿到内核芯片 是他唯一翻身的机会 他这个人我太了解了 非常自负 绝不允许自己失败 所以为了拿到芯片 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还有什么 诚挚 还好吗 他前天根本就没有病毒 我们早就给他替换了 谢谢你们 谢谢 按照您的吩咐 所有接会的人都到了 但现在这个局面 我们该怎么办 执行B计划 宋公 您不舒服 吃点药吧 谢谢啊 等等 老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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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聊 行行行行 大会儿去大会儿去 怎么了 你怎么突然跑过来了 你不打了招呼 我就知道你这浆药药啊 肯定吃完了 已经拿回来了 是这个 这包里啊是你的换洗衣服 还有日常用品 这俩杯子 这左边呢是我给你们泡的这个花旗参 右边是这个柠檬蜂蜜水 你说你大晚上跑来干吗呀 我这叫公司人回家拿一趟不就行了 我趁这个机会正好过来看看自家媳妇们 这个你睡觉睡得比较轻 不管多忙多累 十一点之前一定要上床睡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把我当小孩了 你看你也不在家 我也没法照顾你 我这一大老爷们 让这自家媳妇在外面受苦 我心里不落人 我总觉得我没照顾好你 别装谦虚了啊 你等着我表扬你是不是 你怎么看出来啊 当然了 我还有待进步 请冯总多多提携 行了 行了 别评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 这个家全靠你了 记住了 千万要看住咱们的儿子 好 放心 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 程志 来 吃饭 吃饭了 根据陈其前的交代 以及近期在侦查工作中 反复地甄辩 国安部门最终确定了代号老鹰的人 就是儒科 为了彻底破获这个间谍组织 国安人员决定张王以待 同时加强了对程志的保护措施 你这样 你在这儿歇着我去 不行 叔叔阿姨又该说我了 没事 我天天在这儿待着 我都快憋疯了 这样我出去散散步 就那么定了 那我跟你一起去 别别别 你跟我一起去 大夫一来了 咱们俩就全漏了 你在这儿给我打掩护 好 那他你就回来 你对我最好了 对了 把这个东西带去 好 我叫三号 我叫三号 我是三号 我是三号 请讲 三号 目标动了 目标动了 跟 再跟 有人跟着 不过有点小问题 说 到底没有跟着 还在医院待着 程志带着杜卡齐动吗 什么 这儒科让程志 帮他去交接芯片 这程志现在处境很危险啊 就我们知道了 高进的人正在保护他 我得把我儿子追回来 不能让他去 我为了任务 组织上让我做什么 我都可以 可程志不行 他什么都不知道呢他 如果交接成功了 他就成了 儒科他们的帮凶 如果交接不成功 他连命都没了 你 你得跟大家好好想想办法 你 你冷静点好不好 儒科 既然走出了这一步 那我们总得弄清楚 他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儒科的这一步 一定要让他走出去 否则我们前面做的 全部是前功尽弃了呀 可 可现在涉及到程志 那是我儿子在啊 那也是大家的孩子 不是 你就不能再想想有别的办法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我没想呢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在暗中保护程志吗 你不知道吗 他们开始进行交易了 是 派什么人去交易 马程志 程志 是 不行 这样不行 这样程志就会 整个被裹进这个案子里去 他会成为我们的帮凶 那帮人不会放过他 甚至会伤害他 绝对不行 我们会保护他 我相信你们 但我更了解他们 他们为了拿到这个 他们可以丧心病狂 我 为什么程志 是唯一的人选 完全可以是别人的 谁啊 我 你 你 对 我 我了解他们 我最熟悉他们 交流的方式 所以你让我去 救救我儿子 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赎罪好吗 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做一次父亲 我求求你了 我把一切都写给你们了 现在给我一次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坐 怎么 不好意思 叫你成熟叫惯了 真不知道该叫你什么好 如柯给你的东西呢 我想好了最后还是我决定去跟客户谈一谈 谈完以后 我要出趟远门 咱们可能有一段时间见不着了 这几天 忙忙碌碌的 也没时间跟你说几句话 我很荣幸能有你这么一个优秀的儿子 虽然你跟我 没什么关系 想想真可笑啊 二十多年最美好的时光 就这么在懵懵懂懂中度过 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 都不得了